品的也不错 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 就是西方的个人主义 这个西方的个人主义呢 是西方政治文明的精髓 如果说有一个什么东西 深含于西方文明的内部深层 然后它弥漫渗透了西方文明的各个领域 支配着西方文明的各个领域 那就是这种个人主义精神 西方这个人呢 都是公开的个人主义者 我们中国人呢 属于承认自己是个人主义 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当中 个人主义就是自私自利 就是使人利己 但是在西方呢 个人主义没有这样的这个贬义 它是一个这个中性的 或者是正面的含义 它是一个公开的旗帜 所以西方的文化 就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文化 那么个人主义呢 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 一个文明 它本身是一个有机的价值体系 是由若干价值 有机组合而成的 但是呢 个人主义是它的核心价值 或者说是它的首要价值 我这里引证了哈佛大学教授 亨廷顿的一段话 他的书里边 他也是引用别人的一段话 所以一向对50个国家的分析表明 在个人主义指标方面 得分最高的20个国家中 包括了除葡萄牙以外的 所有西方国家 外加以色列 那就是为什么葡萄牙不在其内呢 你能想到吗 我们上次就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伊比利亚半岛这个地方 曾经被伊斯兰教所占领 几百年 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文化里边 渗透了伊斯兰教的因素 这是西班牙 葡萄牙在文化上 和其他西欧国家 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会有以色列呢 以色列是一个亚洲国家 对 有的同学能想到 就是以色列呢 建国时期最初的那些移民 主要是来自于西欧 那么这些犹太人 在西方的这种文化环境里 生活了两千多年 从罗马帝国时代开始 那么他在那里边 已经接受了这种 个人主义的文化 然后又把它带到了 以色列这片土地上 然后亨廷顿说 在西方被视为最重要的价值 在世界范围内最不重要 那我觉得亨廷顿这句话呢 说的还不到位 要按我的理解 如果我来说的话 那是在西方被视为 是正价值的东西 在所有的非西方文明 都被视为副价值 就说个人主义这个东西 只有在西方文明里 认为是好的东西 而在所有的其他文明那里 都认为是坏的东西 从这里你就能看出 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的分野 正因为如此 这个人主义呢 也是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相遇的时候 最主要的价值冲突 西方文明向外扩张 和其他文明会发生 非常广泛的冲突 但是呢 最核心的冲突 最尖锐的冲突 就是西方的个人主义 对其他文明的那种 整体主义精神的冲突 这两者之间的冲突 当其他一些冲突解决了之后 一些表层的冲突解决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深层的冲突 不同文明的内核 发生的那个冲突 那就是西方的个人主义精神 和其他文明的整体主义精神 在历史上 所有的文明 在它形成的过程当中 它都会建立一种文化的机制 然后把个人的本能和欲求 给压抑下去 或者封堵起来 只有这样 一个社会文明的 有秩序的生活 才是可能的 你如果你不能够成功的 把个人的本能和欲望 压抑下去和封堵起来 那就没有秩序可言 没有文明可言 每个人都是土匪 都是强盗 都是流氓 对吧 那西方文明呢 也是一样 但是呢 西方文明在它的演进过程当中 它逐渐发展起一种新的文化机制 一方面 承认个人的这个本能和欲求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 通过一种特殊的文化机制的调解 使文明的有秩序的生活 还是可能的 就是说 把这两者 这个巧妙的调和和结合了起来 而其他的文明呢 都没有实现这一点 你可以看 这个市场经济是什么 西方人 创造了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什么呢 市场经济是对每个人 要发财致富的 这种欲求的一种合法化 和进行规范 就是每个人都想发财 都想过富裕的生活 没有问题 你尽情的去发财吧 追求财富吧 然后呢 我通过一个市场机制 让你在为你自己追求财富的时候 不危害于别人 不危害于社会 同时还对社会做出你的贡献 你想当比尔盖茨 没关系 中国出一万个比尔盖茨 这是好事 对中国社会有贡献 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好事 对吧 你弄几百亿的资产 你光上市 你得上多少 你光提供就业机会 你提供了多少 只要你按照健康的市场秩序 合法的去追求财富 你不会破坏 这个社会秩序 所以呢 合法的 像我们中国古代呢 认为你每个人追求财富 这种欲望是可怕的 所以要抑制它 所以我们中国古代 一直是重农易商 因为商业一搞起来 就会刺激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 我们要压抑它 民主政治是什么 西方人发明和创造的民主政治是什么 民主政治是对每个人对权力 那个欲望的承认和合法化 每个人都追求权力 都想发号实令 都想出人头地 都想高人一等 对吧 你看我们那些孩子们 在幼儿园里 都争着要当班长 他知道他当了班长之后 他就突出了 然后他就能发号实令了 他就受人尊重 权力的欲求 每个人都有 但是呢 在中国古代 你这种权力欲是可怕的 必须把他压抑下去 每个人都想当皇帝 但是这皇帝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人当皇帝是合法的 当你想了想当皇帝的时候 哪怕你做梦梦着想当皇帝的时候 你马上就会自己要警醒 我怎么会有这样乱臣贼子的想法 这是要杀头的 这是要灭门的 你要自己把你这个念头要掐灭 如果你实在抑制不住你这个想法 你就是想当皇帝 杀头都不怕 我就得当皇帝 不当皇帝这辈子白活了 怎么办 对 你只能用非法的手段 来满足你的欲望 没有合法的手段 全中国只有一个人 有合法的手段当皇帝 圣人都只能用非法的手段 就他把你这种欲望非法化了 那么在民主政治下 每个人都想当皇帝 OK很正常 你就报名竞选嘛 谁都可以报名竞选 最后呢 谁选上谁来当 就是这样 用点人头的方式 代替凯人头的方式 来决定谁 来当皇帝 这就是民主 对吧 就是说他承认你这些东西 那么基督教呢 是对这个 个人的灵魂拯救 那么宪政呢 是对个人权利的保障 那么西方的生活方式呢 是满足个人对幸福的追求 个性自由的实现 所以呢 西方这个文明呢 它是以个人为根基的 一个文明 那么当这样一种文明 和其他文明相遇的时候 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效应 我把它叫 释放魔鬼 和拆除堤坝的效应 本来我们别的文明呢 是把它当作魔鬼 封堵的这个瓶子里 对吧 现在西方文明来了 要把这个瓶盖打开 然后呼唤这个魔鬼出来 你没有必要躲在瓶子里 你出来吧 你是合法的 正常的 把魔鬼呼唤出来 我们本来把这个 个人的这个欲求 封堵在这个堤坝里 现在西方文明来了 要腐蚀和拆毁这个堤坝 然后要把洪水放出来 所以当西方文明到来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会 本能地感觉到一种洪水猛兽的到来 对他的一种恐惧 他会对我们的文明产生一种破坏性的 一种效应 这就是这个 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冲击力所在 那么这个个人主义是什么含义呢 我们前面说了 他不是我们中国语境下的自私自利 损人利己 那么这个个人主义呢 在西方 它是对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 对个人与他人 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 一种本体论的认识 它是一种政治哲学 那这样一种政治哲学 包含这样几个内容 你记住我后边要讲的这几个命题 你理解了他的含义 你对西方的个人主义 也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一个把握 第一个命题呢 独立的个人是社会的本源和基础 就是我们人呢 是一种社会的动物 要过共同的生活 是一种社会的本源和基础